位于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二段189项与381项的交叉十字路口 日前这里才发生一起汽车与机车相撞的事故造成伤亡 对此坎顶里长吴廷岳就邀及新北市交通局、警分局以及区公所 还有附近社区的代表进行会刊 希望能够讨论出有效的方式降低这个路口的事故发生 以及加强右路人的行车安全 位于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二段189项与381项的交叉十字路口 日前这边才发生一起汽车与机车相撞的事故造成伤亡 对此坎顶里里长吴廷岳日前邀及新北市交通局、警分局以及区公所 还有附近社区代表进行会刊 希望能够讨论出有效的方式降低这路口的事故发生 与加强右路人的行车安全 然后再请交通局评估一下这边的流量 大概如果真摄红绿灯的话会不会影响车流 那如果说他们评估说不会影响车流 那我们就基于安全的考量 我们就来真摄红绿灯 基本上这边就是长期因为 没有红绿灯没有交通耗资的状况下 所以大家在行驶这个路段的时候 常会因为强快或是没有注意到旁边支线道的车辆 所以少是一些插状 其实这边车流因为这附近有几个幼儿园 然后还有一些托域的场所 所以再像这边住户其实基本上是住户率是蛮多的 所以其实车流量是非常的大 但还新市镇人口逐年增加 光是坎丁里就超过两万多人 尤其在新市镇行政中心附近 就有人口相当集中的情况 因此中山北路二段381项 与189项的交汇入口 里长说这里因为过去向道比值 行经车辆车速都非常快 到了这个路口没有减速导致车祸事故频传 而这之前能做的标示 预警示闪灯都已经加装 但还是有死亡事故发生 希望交通局能够评估加装红绿灯耗制 分局设了暴散灯 然后交通局也设了这个 太阳能设施的这个号制 所以在设红绿灯之前的 前期的这个号制可以改善的措施 其实都已经设置上去了 那很不幸的还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那今天到现场会刊呢 就是请交通局呢 这个研议一下 就是如果车流够的话呢 就来设置红绿灯 那红绿灯也希望是 时段性的去这个执行 让这个交通车流的问题 不要这个造成打劫 附近有许多的住户大楼 每天经过的七机车也非常多 过去也请市府交通局 加装了黄色警示闪灯与爆闪灯 李章表示 新北市交通局在评估之后 会针对事故的建树统计 以及车流量评估 来研议是否装设红绿灯耗制 当然装设也会与干道耗制进行联动设计 而另外这附近也有幼儿园 车流量也非常大 若评估何可的话 以安全考量 希望可以装设红绿灯耗制 可以有效的减低 经过这里入口车辆的速度 避免再有事故发生 记得许多一弹学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